今晚我想来点 螃蟹大餐 螃蟹秀开闸 我相信所有的观众朋友 大家心中都很有感 大家知道我们今年 已经过到9月底了 今年眼看着就要过完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一年来 对 回顾一下这一年来 我们的指挥中心 跟我们保证过多少次疫苗了 所有的时间点都保证过了 从什么6月底啦 8月底啦 9月底啦 到现在为止疫苗还是没来啊 我们自己买的疫苗都没有来 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这也是我刚才一开始讲的 你有这么多美国时间派 顾立雄跟吴钊燮跑到美国去讲 台北改成台湾的问题 为什么不派他们顺便去麻州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莫德纳总部在那里去吹一下 说到底欠我们的疫苗 怎么还不赶快拿来呢 这更重要嘛 急需疫苗 真的我们急需疫苗 就是说你要跟Delta变种病毒作战 其实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大家打好打满两剂 然后呢最好呢就是 大家打好打满三剂 这是全世界各国 唯一的使用的方法嘛 然后在你还没有办法达到之前 你就要用10倍的态度 来进行匡列 用10倍的量进行匡列 用10倍的速度来进行防疫 这才是现在的一些工卫学家 所提出来的概念 可是你看到的是什么 你看到的是 它也并没有10倍的数量 来进行匡列嘛 我刚才提到的像桃园的案例 你才讲30人 怎么会只有30人 如果以Delta的这种传染的能力 可能被传染的人非常广 怎么会只有30人呢 那一光在一辆车上的人 就不止30人 更何况他那几天做过这么多次 怎么会只有30人 你没办法拿出这种态度 那你就要拿出10倍的力量 赶快去买疫苗啊 其实你又没有办法做到 也没有 然后我们的疫苗 不要说10倍了 我们疫苗可能连一倍都不够 现在台湾一剂的覆盖率 都还没有到五成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至少还有将近五成的人 是连一剂都没有打到的 所以整个台湾的疫苗荒 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现在缺疫苗 缺了还是上千万剂 而且我现在讲的 还是要一剂的覆盖率 你还不要去算两剂跟三剂 我们用的最保守的算法 台湾大概到1800万人左右 到2000万人应该要来施打疫苗 那你打两剂 你就至少要有3600万剂 或4000万到4000万剂疫苗 打三剂你就要有5400万剂 到6000万剂疫苗 我们手上哪有这种东西啊 我们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还被政府说够了 是 然后你的政府还一直告诉你说 我们的疫苗够了太多了 今年不需要了 然后连郭台铭好不容易说 要不要再多订个3000万剂 好像都被人家闲了 是多管闲事 就搞了个半年到现在 今年已经快过完了 然后我们的疫苗还是没有到位啊 我们大家还是没有疫苗 然后我们是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之下 来作战 那我要讲的是说 现在的状况对台湾来说 第一啊 指挥中心要想办法去买疫苗 吹疫苗抢疫苗 同时在台湾要尽快的打疫苗 包含像现在有 我们家大概有两三百万号称 叫做莫德纳孤儿吧 就打了一剂莫德纳之后 第二剂没有下文 其实你会看到像美国的例子 因为他们同样都是mRNA的疫苗 所以莫德纳跟这个BNT是可以混打的 就当在美国有一些人注射了 莫德纳有过度的过敏反应的时候 这个医疗单位可能就劝他说 那你第二剂改打BNT 那他如果打第一剂打BNT Pfizer他有不良反应 他可能就劝他说 那你第二剂改打莫德纳 所以其实莫德纳跟BNT 本来就是可以混打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说 既然是这样 我们为什么不赶快让我们 现在那三百多万的长辈 对 打了一剂莫德纳 第二剂没有下文 对 的这些莫德纳孤儿 第二剂就混打BNT就好啦 可是你看到这个指挥中心的 这个专家小组召集人张尚淳 昨天的讲话我真的是傻眼 他告诉你说 哦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文献跟数据 所以我们还要再等一等 你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 人家美国都已经这样打了 你到底还要再等什么文献跟数据 我也不了解 来不及了还在等 算一下就会发现说 这个所谓的莫德纳孤儿 这两三百万人 他们其实距离施打第一剂的时间 已经超过12个月了 12个礼拜了 12周了你知道吗 就在美国你是隔4周 你就要打这个第二剂的 被建议说最适合打第二剂的莫德纳 就是隔4周 效果真的好 我们的指挥中心跑出来 告诉安慰大家说 哦没关系 8周到10周也可以 但是现在呢到12周了 那到底是要怎样 你还是要让这些人继续等下去吗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 这些人他们就是所谓的高危险族群 当时为什么要叫他们先打 就是因为危险嘛 所以叫他们赶快去打 那你现在把这群人晾在这里 这几百万人晾着 不赶快把第二剂打完 然后Delta病毒要全面入侵 你不是把他们推到火坑里头去了吗 所以现阶段其实我们手上的BNT 就可以赶快操作一些相关的混打的安排 那既然是如此 政府怎么会嫌BNT多呢 政府应该要更努力的去买BNT啊 赶快再买多点来 如果郭台铭讲说 这个BNT还有3000万剂 我们赶快去抢货啊 我记得我在节目里头 跟各位分享过 新加坡的淡马席 跟上海复兴集团 当时是共同投资了 Pfizer BNT的疫苗开发 所以他们自己都 某种程度是小股东 他们可以得到一定的配额 新加坡已经把自己的配额用完了 他现在已经要转向去跟上海复兴 买上海复兴的QDA 各位知道上海复兴的QDA 本来是给大中华去用的 可是因为中国大陆不用 所以只能够给港澳用 所以其实坦白讲 上海复兴手上原本有很大量的 BNT的疫苗 就是因为目前为止 中国大陆还没有接受BNT 但是台湾不是永远都买得到 BNT疫苗的 在现在是因为上海复兴手上 还有一些QDA在 所以我们是可以透过 上海复兴去买到的 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说 当新加坡来抢货的时候 他抢谁的货 他抢的是我们的货啊 他把上海复兴的QDA买掉了 台湾就不要去买了 台湾就买不到了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 能够多买一点BNT 到底有什么不好 为什么不尽力的 赶快去全面的进行 抢货跟购买 我觉得指挥中心 在防疫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太多的意识形态的坚持 这些意识形态的坚持 当然就延缓了 我们疫苗到货的时间 那也大大的降低了 我们手上所能够取得的 疫苗的战备存量 指挥中心在这样子搞下去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的结果就是 台湾人民又要再一次 你说在第一波 α变种病毒的时候 是手无寸铁 到了第二波Delta再来了 我们也没好到哪去啊 因为打一剂的跟没打 在Delta变种病毒面前 几乎是一样的 那所以我们难道在第二波 这个本土疫情要来袭的时候 我们又要再被迫手无寸铁 光来靠口罩 靠社交距离 靠这种隔离来解决这些问题吗 大家不要忘了 就像秀秀讲的 Delta变种病毒靠口罩 不见得很有效 靠隔板也不见得会有用 Delta变种病毒 靠所谓的社交距离 跟缩短接触时间也很困难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政府应该要尽快的取得疫苗 这才是唯一能够让台湾疫情趋缓 唯一能够保障台湾人民 生命安全的一个办法 的确唯一的办法看起来 我们的政府现在就是没办法 还说够了 但是问题大家就是根本不够 先来感谢一下郭希强 谢谢希强 他加入我们的会员哦 谢谢你支持 加入我们的中天会员 同时呢米优还有TT钢铁 菩提老祖王佩佩 谢谢你们的议员 黄泉民给大千刷了一排赞 说大千哥讲得很棒 好另外呢 谢谢 谢谢 Changelly他就说了 这个台湾今天如果没有 国际上跟国内企业团体的捐赠 台湾疫苗施打的覆盖率 应该是跟非洲国家差不多 没错Changelly你说的对啊 就是这样 所以呢其实只要这个用Delta 就可以打败台湾了耶 好这个南道民进党是为了高端 有必要无天良到这种程度吗 Changelly说真的 他认为现在民进党政府 实在太没有天良了 好另外呢 蔡立伟这一刷牌螃蟹跟爱心 好林建宗他说他幽默啊 建宗你很幽默啊 他说陈世忠说我是歌手 他意思说每天都只是报数字哦 感觉就像在哼歌一样 可是真正实体的具体作为 完全没有做 刚刚大千哥其实有讲到一个重点 这一波好现在还在像滚雪球 今天等等两点钟好 又要公布又有人要开始来念数字了 这个数字会不会再增加呢 好现在这几天过去可以看到 每天每天标塔不断的爆 每天都在增加 范围不断的扩大 好接触圈不断的在往外来烧 但问题是指挥中心没有找出到底 破口源头在哪里 大千哥说得对 这个破口这个源头没有交出来 那代表之后还会有很多个 Delta 好从各个不同的破口破进来 因为没有堵住嘛 这个破口既然已经被攻破了 代表它还会被攻破 如果没有把这个问题核心抓出来 解决掉 接下来我们就会被Delta一直被袭击耶 所以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好我们的这个疫苗覆盖率又如此的低 就像Changele一样说的没有错 如果没有国际跟国内企业的捐赠 我们现在真的是跟非洲国家的 这个覆盖率是差不多的 好所以呢真的大家要非常小心 王佩佩谢谢你的应援 曾淑妍谢谢你的赞 还有呢这个米优TT钢铁哦 哈喽有人回来喽 好蔡立伟行道人路人蚁 哎路人蚁有好朋友路人甲吗 EP5247 还有天地不柔Ending Chong 全部都来应援了 非常感谢 TT钢铁好生气哦 TT钢铁也说以色列都打到第四季了啦 台湾现在等到天荒地老啊 没错人家都第四季了 我们连第一季一半的人都还没有打到 第二季呢很多人也还没有打到 第三季根本看不到 第四季遥遥无奇哦 好周一六也说了 全世界都在抢疫苗防疫苗 只有我们的执政者 在这个让人民真的是非常的无奈又无言 路过的会议你说的也对哦 连打疫苗都还能够突破性感染了 打了两剂的AZ都被突破性感染 两剂的辉瑞都被突破性感染 还有人打两剂的莫德纳 也被感染了国外的案例 那连这样子的打了疫苗都被突破性感染 不要说我们现在只打了一剂 还拖过了 拖了这么久 到12个月后都还没有打到第二剂的 这个最后我们都知道疫苗打进去 其实保护力抗体是会慢慢随着时间 慢慢的下降递减的 到最后简直会跟美党一样 好这样一直拖下去的话 最后原本的这个 没有再赶快再加强的话 再刺激这个抗体的话 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蔡立伟也说台湾打疫苗 实在速度太慢了啦 好TT钢体就说了 后后后那位先生大家都知道 好在TT钢体在讲谁 真的是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哦 去年一整年就只会陶醉在光环之下 没有作为政治防疫 满脑都是政治挂帅防疫 好Michael W小M 我刚没有点到你 我要特别点你为什么 因为他说现在他觉得这个政府 他现在觉得台湾这个政府 太多的小人了 好Daywalker List 我们要念错 Daywalkers TAT 我不知道我怕有没有念错 他说民进党证明了虫洞的存在啊 破洞无所不在啊 这个疫苗都是从台湾自己 就是靠虫洞穿越时空 直接过来的 好大清哥你怎么看 真的什么事 还没有找到源头啊 这一波的源头到底是谁 怎么样把这个防堵 这才重点嘛对不对 大清哥 对其实如何继续坚守住 我们的边境 其实真的是目前为止 防疫最重要的关键 大家仔细看看现在台湾的状况 我们现在现实的状况 就是我们手上没有疫苗 那么政府看起来 对买疫苗这件事情好像 也不是很够力啊 也不是很用力啊 反正就是非常佛系啊 非常摆烂的一个态度 他很像自己在想改名字 然后他没有用力 帮我们来争取疫苗 好像这个焦点都放在不对的地方 没错在这种情况之下 各位想一想 我们现在的边境决战 就变成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嘛 可是从这个Delta变种病毒的疫情 爆发到现在 我不晓得是我自己没看到 因为我已经算很关注新闻了 我不晓得各位观众朋友 有没有看到 就是你大概没有看到指挥中心 针对所谓的决战边境的指引 做出比较更进步 或者是更积极的一些要求 特别是我刚才提到的 像防疫旅馆这个问题 这个环节一直始终 我没有看到指挥中心 给予高度的重视 那么当然你说 长城航班机组员的隔离政策 因为这个机师的事件 可能已经要开始重新调整了 但是问题是说 它不是只有一个洞啊 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精英定序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现在有好几个 不同的传染链在台湾 同时进行传染 所以这代表说它有好几个洞 这洞到底在哪里 这个总要先把它找出来吧 然后第二在这段时间 既然这个Delta变种病毒 短时间不会被消灭 全世界现在都是Delta 台湾现在看起来 如果以指挥中心这种防疫态度的话 迟早可能会被攻下来 那我们先做好准备吧 做好什么准备呢 我们硬体的准备 是不是我们的病房够不够呢 我们现在我又只有看到 侯友宇在盘点 那其他的这个指挥中心 有没有要求全国来开始 进行病房的这个盘点 我们的专责病房够不够 到底最后能够播出 多少专责病房来 然后我们的医疗设备够不够 你不要到时候又去拜托 贾永捷来帮你去 募款买设备啊 这几个东西是你该干的事情啊 你不管各种神器 都是应该你该买的 你都应该要准备充足啊 那你准备了没有 那药品你到底准备了没有 而且更重要在 软体的防疫概念上 你有没有给台湾人民 一个新的认识跟了解 对于Delta变种病毒的防疫指引 跟对Alpha是不一样的 Alpha是以菲莫为主 所以你用口罩 你用隔板是可以有效的 做一些防范 可是Delta它是以气溶胶 是以空气传播为主 所以口罩的防护力极为有限 隔板更是一点用也没有 那就要让大家避免在密闭空间 而且呢社交距离 可能要拉得更远 因为是空气传播 更重要所谓的密切接触的概念 可能也要做调整 因为过去要有真的接触啊 这两个人在一起讲个话 叫做接触 可是现在可能先后 进入一个同样的密闭空间 就会被感染的 所以这些都是跟我们过去 在Alpha变种病毒防疫的指引 是很不一样的 但当时你指挥中心 有没有给大家一些正确的概念 跟认知没有 你看到的号称专家的李秉颖 出来告诉我们说 没关系啊 我们台湾人民靠戴口罩 就可以挡住了 我们戴口罩就有疫苗的效果 这不是在鬼扯吗 所以一个指挥中心的专家 你怎么会讲出这种不合逻辑的话呢 明明Delta变种病毒 用口罩去提防 不是说没有效果 但是很有限啊 那问题是你怎么会告诉大家说 没关系没有疫苗 只要大家戴好口罩 我们就可以度过了 这种话鬼话你都讲得出来 这当然就让大家对于 指挥中心的专业跟程度 跟道德水准会高度的怀疑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 台湾人民唯一能够做的是什么 当然我们必须要对 Delta变种病毒 有更明确的认知 大家必须要清楚的了解 尽量的避免在密闭空间 这是我一再的呼吁 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就是密闭空间就是关键 尽量避免在室内 搭乘电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要特别的小心 这些都是所谓的密闭空间 搭乘大罪运输工具 也要小心提防 那么所谓的社交距离 必须要维持得更远 那么才可能会比较安全 当然对于政府方面 大家不要放弃 我们要持续的施加压力 我们要让政府听到 我们的声音跟怒吼 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说 我们不能上马路 可是我们可以上网路 我们在网路上可以表达 我们的声音跟愤怒 你唯有让民进党政府知道 台湾人民愤怒了 各位还记得 我们的BNT是怎么买到的吗 就是因为全民 大家大规模的愤怒 所以才导致到 民进党的指挥中心让步 而今天同样的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让他们听到我们的愤怒 也许他就觉得 我们是软脚虾 我们好欺负 我们可以牺牲 我们可以践踏 所以大家要持续的 发出我们的声音 让民进党政府听到 那么也许他们在买疫苗上 就会比较积极 比较认真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